加油 副总统夏美琴与发起成立立法院 全民防卫连线的立法员吴佩宜等人开心合影 陈锡前会长林静怡奠定的基础 接任会长的吴佩宜期盼 全民防卫连线的成立 能为提升全民防卫意识尽一份心力 在进入立法院的时候 就跟大家讨论一直在筹备 因为我们认为全民防卫意识的提升 是此刻是前所未有的更加的重要 所以我们非常的高兴 我们今天终于来到连线要成立的日子 那我要再次的感谢大家 那赖清德总统目前呢 也以前也成立了 包括气候变迁健康促进 以及全社会任性非常重要的几个委员会 我们希望未来立法院能够来担任 政府与民间的桥梁 全民一起来努力提升我们全民防卫的意识 特别出席成立大会的副总统萧美琴表示 台湾面临各式各样的挑战 每一次影响公共安全的灾难 都让我们从中学习 让每个人都知道如何保护自己 打造更具韧性的社会 地震土石流 以及各式各样的公共安全 大规模的灾难等等的这些挑战 都让我们知道 要从过去的悲剧当中 学习让我们社会能够更具韧性 同时要学习让每一个我们的国人 让我们的公民更能知道怎么保护自己 不仅是因应气候变迁所带来的天然灾害及环境影响 地缘政治的挑战更在大家眼前 萧美琴强调 全民防卫的本质就是守护自己的家园和土地 立法院成立全民防卫连线 可持续扩大与民间团体及所有社会力量的连结 在这个时间点更加重要 在这个防卫连线的成立之后 我们更希望赖总统近期内也要召开的 全社会防御任性委员会 在跟民间团体的互动当中 以及政策的推动落实的过程当中 更能够得到立法院权力的支持 那再一次的谢谢大家 也希望透过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 产官民学大家共同的到位 以及承担各自在不同岗位的责任 努力之下能够让台湾更具任性 能够让台湾更有实力 更能够让台湾更团结 立法院全民防卫连线 共有32位立法院加入 期盼从各个面向加强国人 对建立防卫意识的重视 不管是观念的宣导 先进概念的提进 甚至于训练量的人的提升 我在这鼓励我们政府的部门 要多多协助 借助盟利 在平时就建立合作的管道 面对危险 不管是天灾或者人祸 哪不会不断 全民整个防卫领线 比如说不与民众怎么样的一个 保费的一个责任 或者给他更多的一个风险意识 我相信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小朋友也可以让他理解 什么叫做全民防卫 这样子的一个总体防卫 是对国家好 也对自己好 这样的概念 我认为都是可以讨论的 新房这边能够协助 不管在法治层面 还是在宣导的层面 让这个社会能够快速的建立起 对 不管是对战争的认识 对灾害的认识 或者说对敌人的认识 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事 我是国家的责任 这个社会有的责任 所以这社会总统的品质的建构 是非常重要 那从立法院的能够开始 更是展现 全民制度的方位的决心 记者张旗辰台北报道 是国家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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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张旗达